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把蟲整個的型態介紹完再說 所以這兩個是只要稍微匯分一下 再來這個 Holens這個頭節的話 他基本上頭比較注意一下 掏蟲治療掏蟲要特別注意 你頭一定要出來 你頭一定要出來 你頭沒有出來的話 他頭還吸膚在你的腸道 他後面體結斷了的話 只要頭跟頸部還在的話 他基本上一個月後就是完成再一條蟲 所以這個還是比較特別的要注意一下 他就是頭部用他的吸盤跟吸溝 這當然是區分甲葉跟原葉的區別 另外在五溝的話比較注意一下 有些蟲是有溝也有蟲是沒有溝的 但是要注意 有溝子或沒溝 這個區分主要是在吸盤原葉木才會分 吸溝的甲葉木是沒有溝子的 甲葉木是完全沒有溝 甲葉木是完全沒有溝的 所以這不要注意 大小他非常的小 所以你掏蟲一隻出來 雖然好幾公尺長 但是他的頭只有像縫一針的 穿線那一邊那麼大 所以是非常小的 所以是非常小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治療的時候 他的頭結那邊很容易斷掉 後面出來 所以頭結只要在你的體內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月就是一次性完善的蟲 所以這頭也比較要注意在這裡 頸部就是要注意 頸部他身體是非常膩質的一個 就是未發育的體結的整個縮小在那邊 所以他生長能力是依照那種蟲不一樣來看 如果你是DNA類的話 他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一個月他可以轉到幾百到一千截 所以他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他具有很強的分身的能力 所以他基本上你這兩個沒有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月有優質完善的蟲 所以這個是比較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是可以產生很多新的體結 每一種種類不一樣 因為有的超蟲 他基本上全身只有四截 但是你像TMEA類的話 他可以長到一千多截 如果你是假夜幕的話 這裡才可以長到一千截以上 所以他有的截數是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頸部的發育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從下難可怕的在這邊 好在的話 基本上他對我們的傷害大部分都在長道理 所以他的嚴重性並沒有到非常的強 所以他的截備 基本上以頸部往下算 頸部往下算 下面就是屬於是不成熟的體結 不成熟的體結自己後面寫一下 他就是看不到他的生殖器官 看不到他的生殖器官 所以你裡面基本上就是 他的生殖器官都沒有發育 所以你會看不出來 所以你就沒辦法去做區分 成熟體結的話呢 成熟體結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裡面的雄食器官已經發育好了 你可以分得出來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說他 我們會解釋他 所以這注意一下 就是他的熟食生殖器官 已經可以清楚的分布 就是判別他了 你可以清楚的判別他 然後再來下面 下面約末端的 就是未成熟的受影體結 就是他子宮內 子宮內的軟未成熟 子宮內的軟未成熟 這個沒有感染能力 他不會感染給中間宿主 不會感染給中間宿主 下面這個收影體結是成熟的 就是他的軟已經成熟了 他可以感染給中間宿主 所以他的軟是具有感染力的話 就是只有他 只有他才有 前面這些都是沒有的 只有他 如果以金尼亞類的話 當然譬如說以300級來講 他大概只有後面100級左右 才會是成熟的 所以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但是他的軟量可以裝得很多 軟量可以很多 一個子級可以裝到十幾萬 所以他掏蟲 基本上蟲軟量是帶著 你整個蟲類來講 他是最多的 一隻蟲隨便可以 是他帶到幾千萬到一 一隻蟲 所以還蠻多的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成熟體結的區分 這個寫一下 他是屬於是豬肉掏蟲 豬肉掏蟲的成熟體結 豬肉掏蟲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 1這邊指的是他體結的 這個裡面的這個表面 就比較不用去管他 外面這個是他的外表 外表 有沒有發現一點 基本上前面是未成熟體結 對不對 再來就接成熟體結 後面就是受益體結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蟲體裡面少了什麼東西 跟現蟲吸蟲比起來 這裡面你看下面這些字 只是生殖器官 他少了什麼東西 他有沒有消化大 他是沒有消化大 他的消化器官是哪 他的表皮 他表皮是用來吸收養分 他並不需要代謝 所以他沒有排泄孔 他沒有裁泄孔 他沒有像線蟲一樣 裡面就是會有扣 石道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 腸道 最後後面碗 可能有鋼管 甚至一些排泄孔在 他是沒有的 他是沒有的 全部這裡面都是只有生殖器官 他的表皮就是在吸收養分 而且他是利用他身體扁皮狀的形態 來增加他吸收的表面記憶 所以一隻桃蟲 你身上有一隻桃蟲的話 減肥最好的就是他 你可以食量變兩倍 但是你身體會瘦 因為他可以幫你吃掉一半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 如果真的要拿來當感染油 要選 只能選豬肉 只能選牛肉 豬肉人會死 牛肉層人不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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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會有一些腸胃道的症狀 所以 這個看也是很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注意 所以你看他的器官裡面 就是只有生殖 所以他很多器官是沒有的 下化器官跟排泄管 他都是沒有的 好 所以再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二 二就是他的子宮 一雖然是指他的排泄管 他的指示就是外面再稍微代謝用 他並不會像做排鑄會變成 不用管他 這個只是他裡面的一個表皮的實態 所以這表皮就是在吸收養分用 二是他的子宮 子宮要注意一下 子宮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成蟲頂節 他只要變成是瘦頂節的時候 子宮會特化 這一類的蟲他子宮會特化 他會特化成分枝狀 裡面東西會不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看成蟲頂節 這個子宮就是這樣子直了一條 他特化以後 他就會有分枝狀 就不用 先不用管他 所以子宮是這樣 然後再來 我們看一下三 三這裡是他的蘇軟管 蘇軟管 四是指他的生殖孔 生殖孔要看狀況 大部分都是只有一個 大部分只有一個 只有一隻是兩個 那隻兩個的是這一隻 全褲子七套孔這一隻 他生殖孔是兩個 這個褲老師打錯 這個褲是要醫治旁那個褲 褲術的褲 不是這個肚子這個褲 所以就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三殖孔的話 只有他是兩顆 只有 那個是拷幣外的 其他都是一顆 兩個都是一顆 好 再來五是陰大 所以你們發現一點 他的生殖道跟陰道 就是他的 就是生殖孔進來這裡 但是他的蘇筋管 跟他的整個就是 這個陰道處 他是沒有交錯在一起的 交錯在一起 所以他自己體結 是不會跟自己體結受精的 不會跟自己受精的 但是他要怎麼會有受益體結出來呢 病人大概都只會一直掏蟲 那他怎麼會有軟出來 還是要持穹 整個精子卵子受精 所以他採用的方式是 易體結受精 他是用體結不一樣的方式來受精 我們一支掃蟲是這樣 他會在你體內歪曲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體結 對不對 他生殖孔在這邊 生殖孔在這邊 他會用兩個體結靠去 去交換精子 去交換精子 所以講白禮 他還是跟自己自己受精 他是自己跟自己受精 因為你病人裡面就是 一隻蟲而已 所以他不是像西蟲類 西蟲類的話是要易體受精 但是他是易體受精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的 輸精管跟他的這個陰道處 他是很有交錯的 所以他需要接受別人的精子 但是是不同體結 其實講這個還是自己的精子 自己的精子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八的位置 八 這是他的卵巢 卵巢注意 豬肉桃叢的卵巢呢 他是左右各一個大葉 然後上面這個小葉 所以他是兩大一小 兩大一小 這是豬肉 牛肉的話沒有上面這個 牛肉沒有他 牛肉沒有他 所以這個是之後等一下 我們要分析看 牛肉豬肉不同的時候 豬肉是有一二三 牛肉沒有他 牛肉只有兩個大 所以你這樣寫豬肉是兩大一小 牛肉是兩大 乱巢 所以這是要區別的點 好 其他七這些點點呢 基本上都是鎬丸 他全身的體結 基本上承受體結內 很多都是鎬丸 鎬丸的顆數大概都可以到幾百顆 幾百顆 所以他基本上量是很多的 量是很多的 所以這是比較稍微要注意一下他的 所以鎬丸其實量很多 然後九這是輸入那個卵管線而已 所以我們就不管他 我們主要區分是以這個卵巢做區分 其他豬肉牛肉的話 只有卵巢長不一樣 其他都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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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主要的區別 六就是他外圍的什麼神經管線 可是我們用管他 像他跟線軸系統一樣 神經管線都只同在表皮的位置 所以他們都並沒有一個特化的神經經 所以他們都沒有拿 都沒有拿